你穿多长时间的鞋 就不几条 六七条 放假我一直都没上班 我就穿拖鞋了 就是那两天上班 裤子是那个裤头裤长的 路上高鞋太难干了 穿这么两天 那你这边脚不着罪嘛 到待会儿我就换上这小鞋脱了 那两条你换鞋脱 就是吧 一架七都穿平鞋 你以后就别穿高跟鞋了 你这脚也不适合穿高跟鞋 各小 是不是 各小啥关系脚不适合穿 不错你各不适合穿 他有一点脚型也不适合穿 就不适合穿 就穿平鞋可得劲了 对呀 这块一会你给我修修 行 那脚骨 你这边 是空的 不疼吗 你说话时间长就稍微有点硬似的 不疼还 摸的大鞋花它也不疼 那没咬出来 嗯 你洗脚我看着 你不洗脚还看不着 那时候 但是有点疼 就这只脚有点疼 必然有点疼 它火辣辣的疼 没有 没有火辣辣疼 这主要是长得厚 可能 这碗都经常时间都干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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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说我爸那脚就跟你这修完 你再没经常 我爸那天再修 他说 现在不能还 挺好的 你说那你长着再去修 看到爷子啊 嗯 老爷子挺长时间没来 那 不是你说不能还呀 没感觉 那老爷子钱不好挣 哈哈哈哈 那哪天他要 我们再回去 旁边就是搞的 老爷子自己给农村是吧 对 给哪儿说 给报价 呀 你可以有钱的 老头的 你说咋 他一年养了 他不花钱 完了塞上万地 万地他跟老太太 你看我我弟弟和我哥他们条件都好 也不用他花钱呢 啥也不用花 啥也不用花 啥都不用花 你自己还有缘的啥子 所以说你干政不花 你说咋不剩一钱 咋不挣钱 得给孩子他花 人家实在不花 所以你就省钱 你省钱干嘛呀 你自己长得留养老啊 自己对 像你哥你老弟他条件都挺好的 不需要他们 我家不行 我哥 我还有哥 我哥和弟弟条件都好 嗯 你家里面也挺好的 好啥呀 我俩就一个老师 能找多少钱 老师真老钱 老师真的不少 我觉得就这块一块 一会儿再 一会儿再 我的脚多磕成 这块巴掌得像 还有脚骨 你家三孩子 我都挺高的 嗯 那我哥哥爸是大队书记 嗯 然后我弟弟是 他现在和龙派出所的所长 以前个精真大队当大队长 就那天来 我知道 你家我妈都挺高 我妈都挺高 我妈都挺高 那年代大学毕业就不少了 对对对对 这算不错不错的了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年代呀 我家这三孩子都都是念书出生 都念书的吗 对 这比你家里比较做动教育的那时候 嗯 所以我妈都让我念书 但是家里不是这么农村的吗 该你干活说的干活 为啥不愿为啥都念书好好念 我那时候我就是一上地成了一天 你不愿意去干活呢 我说不想给农村 就是尤其是那女的还得养猪 得买他的 不行 还得打猪草啊 那完了就是整草籽 那个就是护医生那时候 就我们小时候那时候 不整猪饲料啊 猪草 对 就是整猪草 那里哪有猪饲料没有 就撸草籽 完了高钢里喂 给那护医生高钢里喂 喂的 就是像咱们说就是泡的 泡发酵了 然后再搞点多米啊就给猪吃 那就是乳房不长这么快 都吃快一年了 8个月10个月的才能少 是吧 好吃的肉 嗯 春春奔如肉 对 一家养那么一个两个的 嗯 干嘛 烤不掉了 嗯 嗯